歡迎收看8891的新車單元,我是阿基拉 今天來到現場的是Toyota的Senta七人座豪華版 這台車的定位是小型MPV 它還有五人座跟5加2七人座的設定 過去這個急距一直是由Lisanne Rivina所佔據 但是在Senta身上它除了有更大的空間之外 它還有雙側滑門的設計 確實在機能性上面提升了不少 但是Senta真的有像我們想像中的那麼美好嗎 在這次的試駕之中 我們一樣會用一般消費者的觀點來進行分析 並且在試駕過後告訴大家 三個值得買跟三個不值得買的理由 內裝機能如何 一座駕的Senta裡面 它除了整台車是用比較素雅的黑色來做鋪陳之外 你可以看到很多橘色的元素 這樣的設計讓它整個車室看起來比較年輕化一點 我覺得這也蠻不錯的 可是當你仔細去看它的設計的時候 你會發現 這個我們以為是縫線 但它其實是塑膠壓花 我覺得比較不能接受的是在於 它這個塑膠材質的選用上面 你看我們用直角去刮的時候 就可以發現它其實就可以產生一些刮痕 也就是說這台車你如果開一年兩年之後 在副駕的這個位置可能就會產生很多的刮痕 那你坐進來這個駕駛座 你會發現第一個它駕駛的位置是比較高的 所以說你的視野感跟SVP是比較像的 那方向盤上面它除了有一個定速撥桿之外 沒有額外的音響控制什麼機能都沒有 而且它也只能夠上下調整 不能夠前後調整 那我覺得另外一個我不喜歡的就是 它也沒有光感一頭燈 這在使用上是比較不方便的 那儀錶板的設計它是比較偏上面的 所以說它閱讀的效果跟我們的抬頭顯示器 是比較類似的 只是說這個儀錶板它本身的對比是比較低的 所以說你在白天開這台車的時候 它儀錶板上的資訊其實是比較難閱讀的 那另外一個我覺得也很難閱讀的 就是它車載系統的螢幕 這個車載系統它除了藍牙連結的功能之外 就沒有別的了 就是收音器拿來音樂或藍牙電話 因為它也沒有支援Apple Carbillet 或是Angel Auto 所以你也沒有辦法使用導航系統 那懸浮式排檔座本身是採用巨子化的設計 那你可以比較減少你排錯檔的機會 我覺得這蠻好的 然後這邊我們可以看到有個B檔的設計 因為這台車在日本市場它是有Hybrid的配置 所以B檔是充電檔 那在汽油車型上面的話 B檔就是低速檔的意思 空調介面採用旋鈕式的設計 你可以很輕鬆的去控制你的溫度以及風量 那傳統的手號箱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看到它是採用三層式的設計 它雖然個別的容量並不算大 但是你可以做一個有效的分類 那全車只有一個12V電源它是設計在這裡 那這裡有一個可以承重3公斤的掛鉤 但我想除了我以外 應該不會有什麼人願意把延速器掛在這裡 那它前座有三個自備的機能 而我一兩個是前座專用的 那這一個呢是跟前後座一起共用的 那在這邊還有一個比較小型的收穫空間 可以放一支手機也不錯 後座空間大嗎 那我們做進行列台的第二排座椅的時候 我們發現它其實空間還算蠻寬敞的 包含頭部的空間以及膝部的空間 那膝部的空間到底有多少呢 我們實際來量量看 好這樣子對起我前面的膝蓋 21.3公分 那它第二排座椅呢也可以前後滑椅 我們直接把它推到最前面試試看 這樣 那我再來量一次喔 15.2公分 其實我們把第二排推到最前面呢 它的西部空間還是有15.2公分 那也算是蠻夠用的 那這台車的椅背啊 它其實可以前後調整喔 像我現在坐的位置其實有點挺喔 那它可以最斜的可以跟隔壁這個椅背一樣 大概是像這樣子 這樣子之後算是蠻舒服的 那第二排的配備部分呢 我想大家可以看到 天花板上面這邊有一個空調的送風口 它本身是沒辦法調節溫度的 它主要功能就是把前座的冷空氣抽到後面來 那在兩側的車門呢 都有一個自備的機能 那第二排座椅有兩組ISOFIS 然後中間的座位呢 也有3.4的安全帶可以使用 但有一點要注意的就是說 因為它本身的車身設計是比較窄一點 所以說你如果第二排座三個人的話 其實是會有點擠的 第三排夠大嗎 那顯卡第三排座椅到底好不好做呢 我們現在實際來試試看 這台車因為它是騎人座入門的車型 所以它第二排的滑門呢 是採用手動式的設計 那考量到耐用性的話呢 我個人基本上還是比較偏向手動的設計 然後進來之後 我們要把第二排座椅往前翻 翻好之後呢 這邊就有一個還蠻大的清除空間 直接坐進來 我現在是沒想坐進來 但是西部完全沒有空間 那第二排座椅可以麻煩往前一點嗎 直接推到最前面好了 OK 這樣好多了 可是椅背還是蠻挺的 沒關係 它的椅背也可以再往後調一點 OK 這樣好多了 那第三排空間的話呢 它有兩個自備的機能 這邊也有個比較小型的充電空間 但是因為第三排的空間呢 沒有12V電源可以使用 所以說你如果想要在這邊充電的話 就必須要自己帶一個行動電源了 行李箱夠大嗎 如果說呢 我們把顯塔三排座椅都展開的話呢 我們會發現喔 它的行李箱空間其實剩下的並不多喔 經過我們實際的測試呢 頂多就是放下一個29吋的行李箱 那你如果想要擁有更多空間的話呢 第一個方法 就是把第三排座椅往前倒 那如果說這樣的方法呢 你覺得空間還是不夠的話呢 我們就使用第二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呢 我們可以把第三排座椅 直接收在第二排座椅的下面 這樣一來呢 你就可以擁有一個方正寬敞的行李箱空間了 第三排好坐嗎 那我們現在呢 坐在顯塔第三排的座位 那坐在這個第三排呢 除了離後窗很近 然後隔音稍微有點 有點草以外呢 其實你並不會覺得說 這台車在空間上有很大的壓迫感喔 因為現在第二排座椅已經推到最前面 就算是成人坐在第三排呢 也是有足夠的空間的 真正會令人家覺得壓力很大的問題在於說 我不知道我現在坐的位置呢 到底算不算在會搓區裡面 駕駛視野好嗎 坐在顯塔的駕駛座呢 你會發現它的座椅點呢 是比較高喔 跟幫我們在開休旅車的感覺是很類似的 所以你的視野呢 可以看得比較遠 再加上呢 它左右兩側的A柱呢 都特別有做一個三角窗的設計 但它整個A柱的視角呢 並不會那麼的明顯喔 所以坐在這台車上呢 你的視野掌握感是蠻不錯的喔 剎車好掌握嗎 那這台車呢 它在剎車的設定上呢 其實是有點過於靈敏喔 如果說你在市區這種走投停員 路面上開的話 你會發現 你想要很平順的把車停下來 都不是很容易喔 它常常會造成一個點頭的現象 那這也會額外增加價值的負擔 動力順暢嗎 那在斜塔身上呢 因為它是採用了CPT的變速箱喔 所以它在整體的動力衔接性方面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喔 但你就是因為CPT變速箱呢 所以說 它整體的傳輸反應呢 也是比較偏慢的喔 如果說你大部分只是順順開 我想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啦 但是 當你想要進行加速的時候 你就會有一種力不從心的感覺 那有人會說啦 它不是有S檔嗎 切到S檔就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把它切到S檔 切到S檔呢 你第一個會發現的問題喔 就是 當你的引擎轉速只要超過2000轉之後呢 因為這台車的防偶翔可音並不是很好 所以你就可以聽到很明顯的一個引擎噪音 如果轉速超過4000轉之後呢 它甚至是達到一個造成令人困擾的程度喔 所以說這樣的設定呢 也會讓人覺得說這台車整體的精緻感呢 並不是很到位喔 剛剛我們已經體驗過第三排的乘坐體驗喔 那我們可以發現啊 其實這台車的底盤設定啊 不管是你坐在哪一排啊 它都可以保有足夠的舒適性喔 雖然說它的座椅並不算特別好坐 但我覺得可以滿足一般人的需求 真正讓我會覺得 對乘坐舒適性的比較大影響 其實還是在於它的車式 以及防火牆的可音上面 那麼這台車到底是不是能拿來通勤呢 我想在各方面的表現的話呢 它都算是滿均衡喔 唯一一個比較需要擔憂的 就是它煞車設定的過於靈命喔 那這部份呢 就得要你自己想辦法去適應了 該買這台車嗎 那麼到底在鹹塔山上呢 有哪三個值得買 跟哪三個不值得買的理由呢 我們一樣先講優點 第一個優點呢 是它行李箱空間大 載運物品便利喔 那雖然說 三排座椅都展開的情況下呢 它的行李箱空間並不算特別大喔 但是如果說我們把第三排 當作備用的思維來看的話呢 它就可以提供一個 方正寬敞的行李箱空間 甚至呢 你想要把它當貨車台使用 都沒有太大的問題喔 第二個優點 是它採用了雙側滑門的設計 在鹹塔山上啊 它因為採用了雙側滑門 以及低底盤的設計喔 所以說人員在進出車室的時候 確實是比較方便 而且安全的 如果說你常常需要再長輩出門的話 這台車其實也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那第三個優點呢 它是採用了5加2的座椅設計 在鹹塔山上 它除了有三排座椅可以乘坐之外呢 第二排座椅也可以進行前後滑移喔 所以在空間運用上呢 確實是比較靈活的 但是呢 第三排座椅因為 畢竟離車尾還是比較近的喔 所以難免會有一些安全上的疑慮 那麼缺點又有哪些呢 我想第一個缺點喔 就是它車式隔音呢 跟防火牆的隔音 並不是很理想喔 雖然說這台車的底盤隔音算是還不錯喔 那防火牆的部分呢 也可以透過降低引擎轉速的方式來避免 但是當你停紅燈的時候呢 你還是可以很清楚的聽到 周圍騎士聊天的聲音 以及周圍車輛的引擎嘲聲喔 所以說這一點呢 確實是蠻令人苦惱的 第二個缺點 就是它安全還是必須要選配 那今天我們如果買的是7人做車型的話 你就可以有6氣囊加VSC嘛 但是如果我們選擇的是5人做車型的話 你最多只有4顆氣囊 甚至在入門車型上呢 你只有2顆氣囊 而且也沒有VSC 那麼轉頭看看我們最愛的家人的話呢 我想我們還是多存一點錢好了 第三個缺點 就是它的整體售價依然是偏高的喔 雖然說新年式的車型呢 它已經在配備以及價格方面進行了調整 但是當你去對照日本當地的車系編程 以及售價的話 你會發現呢 台灣的閒塔呢 在售價上還是偏高的喔 如果說你沒有急迫的換車需求的話 我會建議 你可以等到它小開款 配備再次調整之後 才做決定 以上優點跟缺點都跟大家講了 那大家再自己衡量看看 我們下次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8891新車 另外小鈴鐺也要記得按喔 這樣我們新影片上線的時候 你才可以接受到第一手的訊息